身和手不能協調 兩樣動作不配合一致 這樣能夠把全身的氣拿到手上 有些人當做Champ-Q的形式 他們會這樣做 你能看到全身是否不合理 所以你不能用力的腿去腿 這是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打到一指 每個動作一動 一擺腳一移動 全部一起動 一停就全部一起動 如果能夠調整 你必須能夠開始和停在同時 不可以說抱著停在這裏 再打這隻手 這就是不協調 身和手是不協調的 如果你先拿一步 然後把手放進去 當你放進去 那代表你的肩膀 你的肩膀是不合理的 每一個動作一動 一動就全身一起動 一打就全身一起打 所以每一個動作都會停在同時 那到底打到這個動作做好之後呢 你就要在意識上 我要把全身的重量輸到手上 所以一旦你認識到這個動作 你開始嘗試把身體的重量放進你的肩膀 這樣然後發揮了陳橋的功效 那樣子你開始發揮的力量 我們知道小念頭 使手腳的結構很強壯 我們都知道 秀德法 是幫你建立一個很強的構造 而將很強壯的結構 用身體的重量推到那個結構的手上 然後叫做發揮陳橋的力量 用另一個方法去形容 就是每一個動作有全身的重量去支持它 所以另一個動作有全身的重量去支持它 陳橋呢 就是每一個動作有幾種不同方向的力量 我們知道每一個人抵受一種力量 一個方向的力量就很容易去抵受的 如果兩種不同方向的力量 對手就很難接受 就是很難去應付的 如果兩種不同方向的力量 如果兩種不同方向的力量 一起動用 對手就很難接受 即是很難去應付的 它用起上來可能有三種四種不同的力量 一齊向對手攻擊 有每一套陳橋 就是這樣 第一個這個動作 那些不要講它先 那些小鳥朋友 這個動作就是較為小方向的 只是一彈起手而已 只是這樣做 我們不是說這個動作 因為我們已經說過 我們只是說過這個動作 在陳橋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這一個都是單一旋轉的方向 這是一個兵面旋轉的方向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 做完之後 這一些已經有兩種開始 不同的方向在做 在做 現在你能看到 這已經有兩種開始 不同的方向在做 如果想我先講完 一齊先等你問 還是逐一下我講 這個不同方向的力量 讓大家認識一下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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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 入行的方向 然後請問我 或是想問我 請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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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 一隻手兩臉,有一個這樣盤的方向 這一隻只不過是這樣放在這裡,用的時候未必是這樣,可能一盤在前面打出來 這隻是攻勢,不要說了,從小鳥頭開始都有這樣的動作 這隻是兩個靈良一齊,一個感沉,一個感沉,兩種不同方向 打完這些之後轉過來,這個又是兩種不同方向 一個身體向這邊轉,一個手走一個這樣 又是兩種不同方向 假如他接觸你這個手,還有多一種 這個手兩種,這隻手直線向上,兼有旋轉 旋轉已經有了,就當這隻手已經三種了 所以他在那邊,是在那邊,是在那邊,是在那邊 所以單這隻手呢,又是了,一個這樣旋轉,一個手這樣 又是兩種,這隻手也是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兩種不同方向 這隻手轉回來又是,身就這樣轉,手就由這裏,這樣擺低 那手呢,就由上向下壓,身向下轉 那又是兩種不同方向 所以你可以看到,身體會轉向這裏 然後腿會伸向下壓,然後按下壓 就像這裏一樣 那每一個動作打完 這些呢,就大概不用說到知道 就是順利,即是把體重的力放下去 這樣就放回去,這些就不要 不需要講句子了 所以,來講一下,就把體重的方向 用來把體重的方向上壓 打完這個,起了腳之後,放在那裏 一二二 這個身呢,除了剛才這個動作有點相同之外 這個身向這邊開始推進了 一個這樣上,一個走軟圈,一個這樣 又是三種不同的力量的方向 這裏是一隻手這樣推上 一個手這樣做防守,一個身這樣走 三種不同的一齊用出來 每一種都是有的 這個手這樣走一個月 又落又上,這個身又這樣轉 又是幾個方向一齊使出來 再次看,你可以看到 這隻手這樣做到 這個手這樣做 一向的力量 然後,他會轉動 另一個方向的力量 再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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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 打了這個… 這個又是這樣 起零腳之後 這個又是… 這個身又向前推進 這個手就有這樣的形狀 即有這樣的形狀 有這樣的形狀在這裡 推進 又是有兩種不同方向的力量 你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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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三種方向的力量 也會看到 這三種方向的力量 兩邊都是一樣的 這樣 身又向前推進 手是這樣的 這個呀 那是… 真的…